招牌丟了 兩位主持人 各位敬愛我們台南的鄉親中培 各位國家的主人 大家怎麼回事 大家好 又沒有到一百天 我們就要導出 兩千空十二年 台灣的執政總統 這次選過的意義 有很多鄉親 都一直在煩惱 煩惱說 台灣 這次選總統之後 會一次不知道再有機會選總統 你們會煩惱嗎 真的鄉親 都煩惱說 這次代表我們台灣的民進黨的副英文 如果沒有條 他要走到台灣 沒有辦法選總統 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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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國民黨 拜託國民黨來說我請討 請討 請討 在台灣 台灣 抬國民黨 抬國旗 經濟國民黨 會叫警察跟我們打 各位 馬英九 最近 他在說 在過去這三年 台灣 台灣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改善 改善 很多 各位 台灣 跟中國的關係 那有改善 有改善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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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在馬英九 之前 他說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改善 就是親笑 這次 在WHO 在WHO 將台灣 共作 中國的 執行 這就是 馬英九 改善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成長 跟台灣的主管 出北去向中國 這樣來改善 關乎 這種馬政府 有需要 給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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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台灣 變成中國的一生 香港 來改善 關乎 就是 馬英九 你講的 和平 這種 總統 讓他 下台 好不好 各位 台灣 在這個 超 百天的 實際 路口 我們要 看清楚 最近 國民黨都不是在說 九二共識 什麼叫做 九二共識 國民黨 叫做 一中各表 但是 共產黨 說 有 有 九二共識 過去 共產黨 沒有聲音 九二共識 他跟我們說 一個 中國原則 但是 最近 為什麼 共產黨 要 成任 九二共識 因為 共產黨 因為 九二共識 就是 一個 中國 對不對 各位 為什麼 我們還要求 不敢說 一個 中國 一直在說 九二共識 我們 會 國民黨的 九二共識 就是 一個 中國 中國 一個 中國 就是要把台灣 變成 中國的一部 對不對 一個 中國 就是要讓台灣 讓中國 投入去 對不對 所以 馬人 叫 出賣台灣人 對不對 各位 我們 我們在這 中的選選 裡面 就是 台灣 最後一個機會 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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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灣 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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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